陶波 Actually 資格abled 校園 我們先把上次講的部分 上次我們在講这个 Fictitious Source的部分 我再跟大家重複一遍 然後我們再看它我們怎麼來應用這種觀念 我們上次講過就是說 我可能出現有兩種Boundary Condition 一種Boundary Condition是說 它在比如說這個case是在X等於0的位置上面 它的濃度 always 是等於0 我們在實際應用上面的話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這樣的現象 譬如說我們現在有一個sample 你把它放在一個爐子裡面 比如說這個sample裡面有碳要跑出來 或氫氣要跑出來 或是甚至它有一些金屬的元素 比如說鑫啊 鉛啊 鐵啊 這種比較高揮發性的元素要跑出來 所以當這些元素它跑到表面的時候 那也許我的爐子的環境外面就是真空 所以表示這些元素一跑出來就會被帶走 會被帶走 所以它的表面濃度的話就會一直維持在一個 不是平衡狀況 簡單講 所以它的濃度會在0 像這樣的狀況之下 就是說實際的應用 這樣子的Boundary Condition 在實際上面你把它畫成情境的問題的話 基本上它的描述會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這是非常容易發生的 就是我們常常用這樣的狀況來做實驗 就是說我把一個sample 就直接擺在一個管型爐裡面 那管型爐也許是真空爐 那也有可能是我用氮氣或阿港在裡面流動 那簡單講就是說你的sample的東西要跑出來以後 它就會被帶走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轉成Boundary Condition 就是告訴你在表面的濃度 它always要維持是0 所以那你要去解這樣的題目的時候 它等於告訴你 這樣子的Boundary Condition 這樣的Boundary Condition 要畫成一個Initial Condition是什麼呢 等於好像它這一邊 有一個計函數跟它對稱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的話是負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X等於0的位置的話 這個地方的濃度 是基本上是要維持等於0 所以我等於是 這樣子的Boundary Condition 要轉為一個Initial Condition的話 我就好像有一個那個藍色的那條線 的一個Fictitious Source 它是它原本的 Constitution Profile的一個Up Function 那你去積分的時候 等於是要積藍色跟紅色 那你的解是在於X大於等於0 之外的這一部分才是你的解 所以簡單講就是說 我有X等於0 在C0T的位置上 C0T上的位置上面的濃度 Always要等於0 這樣的Boundary Condition 我等於要有一個Fictitious Source 來當作我的Initial Condition 然後才能夠維持在那個X等於0的位置 的濃度Always等於0 所以這個是你 解的時候你必須要借用Fictitious的觀念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說 我可能在X等於0的位置 它的微分Always等於0 那這個就是一個 Impermeable Boundary的觀念 那告訴你什麼呢 就是在X等於0的這個平面 它沒有物質流通過這個平面 記住喔 沒有物質流通過 X等於0這個平面 並不是代表X等於0這個平面 它沒有東西往兩邊跑 它只是它沒有流過 所以如果你在回去想 Thin Film Solution的時候 其實也就是這樣 它在X等於0的位置的時候 它微分等於0 但是它有物質是往兩邊跑 它只是沒有物質經過那個平面這樣跑而已 所以這個是你要特別記住 OK 所以當X等於在等於0的位置上面 它的微分等於0 沒有Flux通過的時候 那在實際的應用上 我們會看到會什麼現象呢 就是說我把一個金屬 我把它做Coating Coating上一個Oxide 然後讓表面的時候 它沒有物質就經過表面流出來 所以在實際的例子 就是這樣子的Case 我們就說它的Flux OK 在表面它是沒有 是等於0 也就是說它表面是一個 impermeable 我 那我們就解這個題目的話 等於是像什麼呢 就是說 我一個紅色線 原來的紅色線 我需要有一個Fictitious Source 是在左邊 就是藍色線的部分 這樣子的狀況 可以讓我維持在X等於0的位置上面 它的Flux是等於0 OK 所以我去做積分的時候 是等於要積藍色線跟紅色線 是它的Initial Condition 然後積出來的結果 它的有效性是在X大於等於0的地方 所以這個等於像是一個even function 也就是說我要符合那個Boundary Condition 我需要有Initial Condition 是裡面有個Fictitious Source 是在左邊 然後讓它能夠符合這個Boundary Condition OK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樣的觀念去解一些題目 那實際上的應用我剛剛已經講過 就可能 我就是Coding上一個Oxide 或是上次我講過 就是很可能 我今天把一個Sample 放在一個Satur上面 結果它另外一邊 靠近Satur的部分 很容易就Saturate 它等於是沒有物質從底面走掉 那沒有物質從底面走掉 那我也可以是把它當作 它是一個impermeable wall 這時候它的Flux 在那個下表面的位置就是等於0 OK 所以這下面的話就是幾個例子 給大家做參考 比如說像這個的話 就是說我原來的成分是 在0跟A的位置上面 那我說它在BC 在X等於0的位置的時候 它等於0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的濃度 always要等於0 OK 那換成實際的問題就是說 我今天把一個Sample 放在這個Satur上面 然後有氣體從上面流通過 然後跑出來就被帶走 所以等於是一面的濃度 它是等於0 OK 所以要解這個題目的話 我等於是要有一個 這樣子的boundary condition 我等於要有一個 initial condition變成是這樣 就是說要有一個濃度在這裡 另外又有一個濃度在這裡 那這個濃度是負的 然後它形成擴散 這個地方也形成擴散 所以它可以幫這個藍色的 維持在X等於0的位置 它的濃度always會等於0 所以紅色的這一條線其實是 我們想像的 是一個fictitious source 是為了幫助我們要 達到那個boundary condition下 所假設出來的一個 一個fictitious source 所以我去做積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藍色線這個積分的結果 是等於這個 紅色線的積分的結果 等於這一個 所以兩個相加會得到 就是我這個黑色的這個 boundary condition上面 就是說這個boundary condition下 的一個解 所以我等於去借用這個fictitious source 來解這個題目 OK 那下面的話是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如果是 有一邊是無限大 那這樣的擴散 OK 那是我一樣要維持它的 boundary condition 在這個地方要等於0 所以我等於是需要有一個 fictitious source在左邊 然後讓它擴散發生 所以我積分的時候 有要積這個紅色的 又要積這個藍色的 那這個解出來的話 就是一個error function的解 那這個解當然 如果你用之前 A加Berror function的解的話 會簡單很多 OK 但是這個只是告訴你一個觀念 只是說 我如果是跟剛剛那個題目是 我只是一個slap 那現在變成是一個 無限大的block OK 那我們就利用這樣的觀念 我們現在來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一個例子 他說 我在-h跟h的位置上 我有個濃度是ci 就是原來的initial condition 是這樣 其他的位置 這些都是等於0 OK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也等於0 那這個的話就是說 我擴散發生 等於是我是一個三明式結構 中間 A好了 兩邊是B A有濃度 兩邊B沒有濃度 然後 A要往B擴散 然後他又告訴你 B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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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在L跟-L的話 這兩個地方的話 它的flux要等於0 那實際的運用上面就是說 我中間有A 兩邊是B 然後在B的表面 我再把它coating上一層Oxide 比如說這樣子 那coating上Oxide的話 那你的B的表面 就沒有東西跑出去 所以在B的表面 它的flux會等於0 所以他要你去解說 那這個A擴散之後 在整個A跟B的這個整個 concension profile 會是怎麼樣子 他要你去解這個題目 OK 所以我們要解這個題目的話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實驗 Sample是幾乎平常我們都在用的 就是等於你有一個sandwich的 sandwich的這個Sample 那我想要知道A跟B A在B裡面的擴散 甚至我可能想要知道什麼呢 我可能要做Homogenization 就是我本來有這個A跟B 那我希望A是擴散到B裡面進去 OK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Sample 其實在做研究 或是在真正製造上面 其實是一個非常common的一個系統 好 那我們要解這個題目的話 我們第一個我們先來怎麼看呢 就是我原來的Sample是這樣 OK 好 那我現在要解這個地方 先是微分等於0 就是說這一面我的flux是等於0 這個地方flux等於0 等於是什麼呢 你要有一個Minate Image 等於一個even function在它的右邊 OK 因為這次是flux等於0 所以等於要有一個even function 剛剛我們說concension等於0 是一個up function OK 的對稱 那現在是等於是這個flux等於0 所以我要有一個even function 跟它來做對稱 所以等於是用這個對稱的平面 這個是我們的對稱平面 L對稱平面 所以你把這些都把它擱 你看這個對這個 這個對這個 這個對這個 OK 可是這樣子弄了以後 現在問題又來了 那L的方向的dc over dx等於0 被滿足了 可是在x等於-L的方向 它的dc over dx 它又沒有被滿足 因為這時候它就不平衡了 不對稱 所以我們下一個必須要用 -L來當作一個對稱平面 然後把你看到 把這個當作對稱平面 這個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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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紅色的這個 這個對這個 這個對這個 就是你用黑色的這一個面 就是-L的這個面 又要當作一個對稱平面 然後把你們的右邊的這一塊 把它映射到左邊這一個 可是這樣弄了以後 那你紅色的那一面 在x等於L那一面 它的dc over dx又被迫害了 所以這時候我又要用 x等於L這一塊 這個面當作一個硬色面 然後又要讓它往右走 OK 那個地方畫不下去 所以我把它放在這裡 所以一開始這樣 然後第二個 然後再過來第三個 有沒有 然後再過來第四個 你就會變成有無限格 這樣子的一個 concentration profile 所以我們把這個 整個的concentration的位置 我們把它給 summarize 等於它的equipment的ic 這是它的原始的ic的話 本來是這樣子 但是為了我要達到 這樣子的bc 這樣的boundary condition initial condition 必須變成改成這樣 其他沒有的位置 全部都是所謂的fictitious source OK 記住囉 真正你擁有的concentration 只有這樣這一塊而已 其他的這些部分 全部都是所謂的fictitious source OK 那fictitious 你就是把它想 那就是叫做fiction有沒有 就是我們在寫小說 叫fiction 它不是真正存在的 是我們假設 我為了要符合那個boundary condition 我必須把initial condition 改成這樣子 我才有辦法去符合 它的bundary condition 所以借用的觀念還是一樣 就是借用到superposition 還有reflection的觀念 那回到原始就是說 如果是在x等於0的位置 濃度等於0的話 那我會有一個up function 要跟它來做 就是說要有一個up function的fictitious source 那如果是decele of the x等於0 flux等於0的話 我等於需要有一個 even function的一個fictitious source OK 那這個even function的fictitious source 在我們在講synfilm解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告訴你了 我們synfilm解的時候 告訴你在x等於0的位置 我們叫做impermeable wall 那decele of the x等於0 那你可以看它synfilm解 它其實就是一個對稱 如果x等於0的位置 synfilm解其實就是一個 even function的對稱解 OK 好 知道這個以後 那我們再來 後面都是一個應用 這個應用的話 只是坐標的平移 比如說你現在的 表面的這個濃度是變成cs 那表面濃度是cs的話 其實在應用上面 我們會看到會什麼樣的現象呢 比如說我現在要脫碳 脫碳 像這個case是脫碳 我表面裡面的濃度是ci 結果你表面的濃度的話 有可能被什麼給平衡呢 一個 我可能表面我自己也通了co加co2 但是它得到的activity of carbon的話 它小於我裡面的濃度 但是表面的濃度就被固定了 固定成是一個cs 所以這是一種可能性 另外一種可能性的話 我可能我的sample 擺在一個chamber裡面 一個container 那這個container當然在這個 脫碳的時候 它慢慢saturate 表面就可能就平衡在一個濃度上面 就是說表面的濃度被固定下 的狀況之下 那你只是做一個坐標平移而已 什麼坐標平移呢 就是你把它定 把這個θ 定義一個叫θ θ θ等於c-cs 所有的東西全部做坐標平移 你知道它是得到的答案 就是l function解 那你只是把這個θ 再把它放進來 然後就得到你的解 所以你要善用這樣子的一個suport position 或是一個平移的觀念 就是我只是把坐標做一個 從cs點 從0點1到cs點 就這樣子而已 那這個的話就是一個例子 我們在做聖探實驗的時候會用到 大家要記住 就剛剛我在畫這個圖 你看到這個curpature curpature還記得我們在講fixed second law的時候 這個curpature告訴你的是concave down 所以我們知道它的二素微分會小於0 所以基本上它的濃度會隨著時間的增加而減少 所以這個圖上面的curpature 你要記住它有目的意義在的 那下面這個的話是聖探 聖探的話你看表面的濃度 我維持在1.0的 1%的carbon好了 比如說 比如說那我今天在做一個 AISI-1020的steel的聖探 那我們知道AISI-1020的話 就代表它是0.2%的carbon 所以它裡面含有的濃度是0.2% 那表面的濃度呢 表面濃度我們是用這個equation 就是carbon monoxide跟carbon dioxide 我知道它的平衡常數的話 我維持在1255度k 平衡常數就知道 那我控制CO跟CO2的partial pressure的比例 我就可以控制它的activity of carbon 這個地方大家一定要特別記住 就是說我carbon的濃度 你如果說我今天直接把它 埋在graphy裡面然後做生炭 那當然也是一種 可是某些濃度你用這樣做 是做不出來的 這時候我用熱力學的方式 來控制的話 會比較好來控制 你像我們在做陶瓷的 有時候我要控制它的養分壓 要控制在10的-14 10的-12 那你根本不可能去買一個氮氣筒說 我跟它講我要10的-12 如果它有辦法賣你10的-12 那它一定大概就在騙你 因為10的-12等於就是說 你想想看 它10的12個氮分子裡面 要放大略是一個氧分子 它大概沒有那樣的儀器 有辦法來控制這樣的東西 所以你要控制那種PO2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要控制什麼 控制H2O跟H2 因為H2O跟H2的話會有一個平衡 它等於H2加2O2 所以我有平衡常數 我控制H2O跟H2的這個 partial pressure的比例 我就可以去控制那個PO2 OK 同樣的道理 在碳裡面我們也可以這樣來做 OK 所以在這地方你可以看到 我控制在表面濃度 表面濃度我把它控制在1%的碳 OK 所以這時候它的表面濃度就被平衡了 你可以看到它說這是平衡 然後表面濃度是1% 所以表面濃度是1% 然後這個地方是0.2% 所以擴散發生了 那我們知道它是個盛碳 所以它的會是concave up 20微分它就要大於0 所以它的這個濃度會隨著時間的增加 而一步一步的往 就是慢慢的往上增加 OK 當然到了夠 足夠的這個時間的時候 它可能還會reach到steady state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這個把它給帶進去 這個濃度直到這個1% 這0.2 然後它的dificivity 你去查handbook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查得到 它等於2乘10-7cm² per second 然後啊 所以你只是做坐標平移 所以你得到的就是c-cs 然後c2-cs 就是說表面濃度是cs 然後c2就是這裡面的濃度 OK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你要的這個結果是多少 所以這個一樣 你是在做坐標平移而已 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你只是解這個l function 簡易這樣解而已